我刚才说可能已经有些价值了 大家对业绩期望不太高 会不会大家可以捕捉 像美股这样 预期太低反 有些出品有些惊喜的股份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 哪些股份可以业绩期 即是港股这边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你说 如一,好像美股这样有些惊喜 其实香港当然是科技股 就是最大机会 预期有些出品 可能是科技股 因为始终大家对科技类 特别过去的几贵看法是很负面的 因为大家有眼见就是监管 很多的罚质 或者是宏观的经济环境 这些全部都是不利整百分科技类的股份 所以很多的盈利预测 都是在调下来的 但是过去这两季 其实部分科技股出的业绩 又不是相当那么差的 例如只是把面这些龙头类来计算 当然了 头那两季就比较难 头那两季就真的不会太大变化 跟我的预纪很多时候 也挺准确的 因为大家看得很熟 但是你说比如打落美团、京东 或者甚至哔哩哔哩这些 其实过去这几季 出来的业绩是 如果说真的数字上看 是比较好一点的 或者是有些惊喜在 所以到时突然间炒一些又不出奇 所以我想如果你说 从版法的角度来计算 真是惊喜类别来计算 我想科技股会是 一个可能比较好一点的选择 但是刚才提到 如果真的选择下去 可能会比较个别 刚才提及了几个 但是如果以龙头来计算 我觉得美团或甚至京东 会看得比较正面一点的 因为始终他们本身这一转的股价走势 都属于比较偏强一点的 所以如果拉回平衡来计算 我想这几个会比较好一点